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2月8日 今天有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一名區議員曾經試過 街坊投訴屋邨裏面有一些老人家在開賭檔 然後他擺一把刀 恐嚇一些老人家的案件 這名泛暴派的區議員 最終成功被警方拘捕 亦落案起訴 在今天亦判刑 到底他坐多久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美國 關於特朗普 接下來特朗普將會非常麻煩 除了被調查國會山莊暴亂事件外 他接下來亦會被調查 涉嫌私下帶走了大量政府文件回家 這件事亦令美國舉為震驚 稍後會說說這件事 另外第三件事 也是關於特朗普的事 就是特朗普成功地破壞了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 大家知道近日加拿大出現了美麗的風景線 有人抗議 說不戴口罩和抗議打針 結果引發起全國的騷亂 美國招募使出他們在搞事的本色 資助當地的反對政府的反對派 資助他們去搞一些暴亂事件 而加拿大那邊就直接說特朗普 暗中搞事和暗中資助這些暴力分子 如果整件事對比在2019年的香港 突然間又不同了畫風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理睬金證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一個訂閱 開啟 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的是本地新聞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在幾個月前 我曾經拍過一條影片和大家討論 有一名元朗區的區議員 他說接到街坊的投訴 有大量老人家聚集在屋邨賭錢 這個情況其實在不少的屋邨內 都會有發生 事常見到 甚至在觀塘區 深水埗區等等 這些比較老人家多的屋邨都會發生 都會看到這些情況 這名區議員就做好心 覺得自己是區議員 我應該是大了的 他嘗試去驅趕這群老人家 結果不成功 最後他就在Facebook上發問 放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一把刀 他就說他要去替天行道 他要去掃這些賭檔 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所有街坊當然大為震驚 那些普通的老人家 在家裡玩啤牌 玩天狗 牌狗 玩橡棋 賭錢 你要出刀 你找警察來抓我也算了 當時我們也拍過這段影片 也說過這件事 很明顯這個區議員 他的處理手法肯定是錯的 當然他處理手法是錯的 因為他本身當選的方法也錯 他當選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他們有一群所謂的手足 玩暴力 令他當選 所以他當選後 他就繼承他們的傳統優良作風 也是玩暴力 警方事後馬上拘捕了這名區議員 這個區議員叫何惠斌 在2020年3月發出這張照片 最終他今天在屯門的裁判法院 被判監五個星期 當時裁判官施祖堯直指 說這名被告當時是社區區議員 以企圖恐嚇的方式 是處理街坊罪倒的問題 行徑間接和直接針對市民和有計劃 加上被告堅持 就是自己沒有恐嚇的意圖 沒有悔意 所以要判 阻嚇性的刑罰 亦表明這次的案件 是一個嚴重的案件 這名所謂的區議員 他其實已經辭職了 已經不再是區議員 即是政府也不會給他 而這名區議員 他其實在早前 有感化官曾經跟他做過一系列的調查 感化官就覺得這個人 堅稱自己沒有犯案的意圖 所以感化官就覺得 他堅稱自己沒有犯案的意圖 他的初心也是解決罪倒的問題 再加上他本身背景良好 不知道原來他擺照出來的行為 會招致嚴重的後果 所以感化官建議判80至16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但裁判官就覺得 區議員是有責任服務公眾 但他就用恐嚇的方式去處理街坊問題 他不是用一些理性和政府溝通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所以認為他其實也不是一個很適合的區議員 而且這一名區議員甚至在Facebook上發文還要說 棍 刀 刀 鋸 我都有 所以官就認為你是乞意地有預謀地有計劃地要去犯案 所以認為他明顯在他的帖子上覺得自己感到自豪 覺得自己拿刀 棍 鋸 鋸 棒 去掃賭檔 是他區議員應份 所以 法官就覺得不行 你這些行為極度嚴重 極度惡劣 所以就判他五個星期監 在這裏我們要提醒小黃人或迷途還未知反的年輕人 千萬不要以為是暴力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區議員本身要做的就是市民和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樑 而不是你自己用私人暴力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我只可以說 暴力永遠解決不了問題 千萬不要聽梁家傑所說暴力有時可以解決問題 暴力永遠解決不了問題 這是真理 這不是每一個社會不同 每一個時代不同就會變的東西 暴力永遠都不能解決問題 暴力會產生的只有更多的暴力 所以這次區議員可以說得到一個應有的教訓 我也非常開心 因為早前拍過影片跟大家說要跟進這件事 最終這個區議員判了五個星期監 好消息也是跟進完成 說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要說說國外的情況 要說說特朗普 大家知道特朗普這個瘋狂的人 慶恨他現在不再是美國總統 但他依然出來搞風搞雨 早前他也預言過自己會在2024年重返白宮 也就是說他會在2024年再次參選總統選舉 他也表明如果他參選總統選舉的話 他有幾件事要做 第一就是跟中國索償新冠肺炎的賠償金額 高達幾十萬億美元 這個我覺得他有點瘋狂的 這個不用理他 第二個 就是他對於他的支持者 早前 就是因為拜登當選 而受到他的煽惑 梳擺去到國會山莊搞暴亂的這群示威者 他說要釋放他們 所以特朗普其實現在都是周生矮的 除了他自己的一些 被Twitter、Facebook封了他的account之外 他還要面臨著 美國準備告他煽惑他人叛亂的罪名 而當時國會山莊的時候 特朗普已經被國會下令調查他 但是調查又怎麽簡單 早前美國眾議院向國家檔案局 打算拿一些關於當時特朗普 他試圖阻止委員會取得的日記 訪客日誌 演講稿或白宮文件的時候的資料 打算問國家檔案局 但是他發現 為何國家檔案局內的資料 文件不齊全 結果一查發現 原來特朗普當時離開白宮 離開他總統位置的時候 他曾經偷取了大量的文件 據資料所說 美國國家檔案局 已經在特朗普的家中找到15箱 包括特朗普之前在白宮所做事的文件 他和北韓領袖金正恩所寫的情書 他是用情書來形容的 我稍後告訴大家的情書 當中有幾百頁 已經撕碎的紙和撕碎的紙 據消息紙 原先是要特朗普離任的時候交給白宮 但他沒有交到 他自己代了然後拿回家 可能他用來備戰下屆參選總統 但撕取國家機密文件的罪行 其實可以讓特朗普一段時間坐 你不要以為你做過一屆的總統 你就大了才行 美國那邊說追回文件之後 其實有機會會違反一些法例 包括 1970年代水門案之後所制定的總統紀錄法 當時這個法例要求所有入主橢圓形辦公室者 也就是白宮的總統 必須要保存行政活動相關的紀錄 包括和公務有關的備忘錄 信件 電子郵件 全真和書面信件 而這個很明顯 特朗普就違反了 當時所制定的總統紀錄法 包括 他所謂的和金正恩的情信 為何說情信 我先說了 因為當時 2018年的時候 特朗普起西維珍尼亞州的時候 他在一場活動上曾經 宣染他和金正恩的關係 他直接說 We are falling in love 他說我們墮入愛河 是真的 他說金正恩寫了文情並茂的信件給我 這個說話其實當時很多人在質疑 到底特朗普和金正恩是甚麼關係 當時特朗普又說要打金正恩 金正恩又說要射幾支火箭給你 到底是怎樣 到底你們現在又說墮入愛河 誰射誰 所以很多人在問這些問題 即是一口笑 但特朗普很明顯是一生矮 除了會被人追究他 煽動叛亂之外 現在還要追究他 違反總統紀錄法 亦是一個攝取國家機密文件的罪行 如果真是罪情 特朗普不用等到2024年 你可能下年也要坐牢 這個就是國際新聞 另一件事要說到就是加拿大的 示威暴亂 這又是關於特朗普的事 加拿大現在是因為早前要求貨車司機打針 結果引起很多人不滿 演變成一個防疫抗疫和政府的對抗 衝突 甚至暴亂 加拿大那邊亦是很多地方被焚燒 打壓 和2019年的香港差不多 而這次 在美國那邊竟然有少少反常行動 就是特朗普那邊 繼續 去資助 聲援 加拿大當地的示威者 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本身是一個很喜歡周圍撩起火頭的人 經常以美國人優先 我們當時在2019年的一部事件中 特朗普參與其中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找了很多人力物力來支援這幫黑暴 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這次特朗普依然繼續聲援 甚至派他自己旗下的一些基金會機構 當中包括一個叫做美國眾籌的組織 GoFundMe 的一個組織 就是去 眾籌的錢 給這班加拿大的示威者 可以說是加拿大的黑暴 這件事出來之後 加拿大馬上發現 不對了 有美國的資金存在 我加拿大 杜魯多 聽你說你突然間搞我 是吧 我明明之前 要禁錮華為 曼晚舟 我都已經聽你說的 都已經禁錮了他 你現在突然之間 反轉豬土不認人 你還去資助反對我們國家政府的人 加拿大就聰明了 立即出來譴責 加拿大政府那邊就立即跟特朗普說 你不要再搞我們 不要干預我們內政 不單止 甚至美國駐加拿大的前大使海曼 就這次事件也作出批評 在他自己的社交媒體上說 一些美國的激進政客 涉嫌趁勢干預加拿大的內部事務 當中包括美國的前總統特朗普 他也指出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對美國和全球的民主體制構成威脅 而且認為 美國的任何團體都不應該資助加拿大國內的破壞活動 而事後 由特朗普所牽頭的高分米的眾籌組織 也知道事態嚴重 是時候要跳船 拋棄了特朗普 由原先資助這班示威者 突然說 跨境司機的抗爭活動已經變質 所以決定停止資助和把仇德款項 退回 捐款者 這件事我們看到一些事情 就是為何香港 2019年的黑暴事件 和加拿大的事件 有這麼大的差別 可能就是因為美國那邊 和加拿大依然想保持友好的關係 大家知道加拿大始終是美國的盟友 現在特朗普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但是不在其位繼續搞局 他想透過破壞加拿大和美國的關係 可以拉到拜登下台 結果現在又在老貓消數 甚至被人公開批評他 2019年的香港和加拿大現在的情況差不多 他們都是用一個藉口 然後四處破壞 我想問一下 為何加拿大當時又不說 美國是牽涉我們香港 我們國家 我們中國的內政 我想問一下 這一名美國駐加拿大的前領使海曼 為何你不當初出來說 美國是在干涉我們中國的內政 這些就是完美的相同標準 很明顯因為 這一名大使所說的 他全部都是站起維護美國的利益 他們覺得 維護著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 是非常重要 但是對於 香港這個地方 他們要維護美國利益的做法 就不是維護 香港或者我們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而是要破壞香港從而破壞中國的內政 從而達到美國的最大利益 所以這些雙重標準 我們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認住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普普通通 身處十萬九千多公里遠 隔了幾個洋 才去到的美國 竟然跟你說他很關心你香港人的幸福 很關心你香港人的自由 不要傻了 又不見他關心埃塞俄比亞 又不見他關心聚利 更加不見他關心伊朗 他就不停在這裏搞局 不停在這裏 透過香港 最終的目的就是利用我們香港 利用香港人所謂追求的民主自由 去爭取破壞我們國家的機會 我們一定不可以做美國的棋子 更加不可以被他們的甜言蜜語 騙倒 這些花言巧語 騙倒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金證 希望大家可以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